大家好,我是吳仔 今天找我的中學同學梁珊 你好,大家好 我們讀書的時候都很徬徨 考得不好 大家對學術上也沒有多些研究 對未來 你說讀不到書 出來找工作都大領落 那時候還沒有方向 可以這樣說,如果我們中學一定要讀得好 最聰明的那班才能入到大學 入到大學 其實關關難過就關關過 過到香港大學 畢業,畢業就隨時變失業 為什麼呢 真是慘 我替這班年輕人 慘 又如何呢 他又不是讀不到書 他讀到書 但因為這班學生之前 你知道社會運動 有個理念 看到現在被人標籤了 攬炒港大,畢業變失業 真是麻煩了 說得好像很灰暗 因為他們支持某些 你也知道現在香港很多事情都是古靈精怪 說到有些探監的組織都說要倒閉了 很多現在的新聞 環境都不停在改變 石牆花都說要解散 籌犯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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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是寫信 或者是怎樣的物品 那些就不行了 搞不定了 很多的 總之現在就 大件事 大件事 現在的學生 因為那時候說港大 以攬炒來做口號 那不是說港大的 是那班學生 又不是港大的 又不是整個大學的 很多的學生 很多的學生 但今天這篇報道 只是說香港大學 最新公佈的就業數據顯示 大件事 就業率10年新低 有多少 75.1% 其實也不是很差 75.1% 可能25% 他究竟 我們理性去想一想 四分一 筆不了業 不是筆到業 找不到工作 那究竟 那四分一的人 他在讀什麼 讀了什麼 其實是 很多東西分析 我們慢慢講完這篇 他探討什麼 我們再研究 他說 很多人 現在筆了業 找不到工作 那怎麼辦呢 其實這一招 我認識很多人都是這樣 怎樣呢 繼續讀書 好繼續讀 搞到 學校好像是找不到工作的避風港 那不是糟糕嗎 我以前認識很多 這些人 雙碩士博士 不停讀 進修進修 這些是給一些人 家裡有錢的人 本身自己有家底 不用餵三餐而有米 絕對是 你爸爸媽媽可以供你讀書 現在找不到工作 其實很多原因 就是統計大學生 不夠人爭 你爸爸媽媽 如果有些錢 他都會叫你去外國讀書 我們認識多少人 去澳洲 英國 台灣 現在還去外國讀書 還有居留權 沒錯 對不對 這篇文章 Yahoo那裡說 學生說 攬炒 現在攬炒成功了 那就搞到失業率 多了一點 一工難求 想找一份工作都不行 是 港大畢業本身是天之嬌子 以前是 真的嗎 這個 人們一聽到你說 你哪裏畢業 香港大學 哈哈 人們就很厲害 他會覺得 香港大學本身也挺難進去 你成功畢業之後 都算是一個精英 現在就說 畢業就變成失業 噢 即使成功有工作 薪酬也會下調 是 他說 如果有半數畢業生 投身工商界 是 上年平均薪工 較前年減了3.6% 是 3.6% 都是低 其實都 未必有關事 疫症 可能是 其實疫症 生意不好 很多公司都未必 真的 給得起這麼多錢 有資深人力資源 顧問表示 他這批畢業生 離開學校 剛剛疫情高峰 不少企業 就不聘請人 到處都有裁員的聲音 不少失業者 寧願減薪 最多三成 那麼多 七折出糧 七折出糧 都說要留住工作 你怎麼跟別人鬥呢 沒有工作經驗的畢業生 就成為大輸家 其實也是 就算你說不疫情 沒有社會運動之前 是 你一個 叫做剛剛畢業的人出來 你沒有工作經驗 走你出去找工作 你都知道是很輸蝕的 人工都不會高的 除非 你本身讀的是很專業的 你可能說你是什麼工程師 醫生 護士等等 我覺得 其實你說沒有這個工作 大學生不是最慘的 如果那班寧願七折出糧 他沒有一份工 他連一層樓都沒有工 你變成銀主盤 你更麻煩 為三餐而休 這些人就會比大壓力 一定是 所以我覺得沒有什麼所謂 你說讀完書出來沒有工作 唉 讀得大學也算是有些錢的 你沒有得到過 不要緊 你說你平時找到萬多元 突然沒有了 你沒有得供樓 沒有得養子女 老爸老母90歲 糟糕 你這些平時已經沒有收入 我覺得可以忍一忍 又或者這樣去想 其實是否真的沒有 究竟外面的環境這麼慘淡 我有聽過 這個是曾經有個嘉賓這樣說過 因為那些大學生那一年 他們參與了一些社會運動 有些就拉過 有些就按底 有些就聽到 有些大企業 例如一些紅底公司 你知道其實香港 紅底公司根本是騙滿全港 所謂的大公司 那時候有個前輩說 說明這兩年畢業的大學生 我們不聘請 因為他們覺得 那時候有攬炒 政治取態 各樣 覺得這個方向不好 會不會有些影響 之前有這樣說過 現在數字 暫時看到有小部分的影響 小部分 究竟是不是 我覺得疫情也有些關係 始終各行各業 在這個疫情 其實持續了一段時間 無可否認 有很多都是 一天疫情衝擊下 已經倒閉了 是啊 但是同時間 疫情過後 雖然持續 之後這段時間 其實很多都開始慢慢上升 就是復甦 因為始終 沒有可能長時間不開檔 生意或者錢都要繼續賺 我們要看看 究竟現在的畢業生 他們是做哪一行的呢 究竟他們會去哪個界別呢 我們就研究一下 跌了多少 說一下 其實2019年 剛剛開始這個社會運動 就是79.5%就業率 都不足八成 其實跌了少許 4.4% 又不是很誇張 不是很嚴重的 不要弄一些標題 嚇人才行 好像很嚴重 又說攬炒成功 搞到好像全部都沒有工作 不是 沒有這樣的事 我們要先看看 究竟這個數據 真的是一個大圖 對 比2019年跌了3.6% 4.4% 對 4.4% 4.4% 就說 有些是要提前找工作 因為怕自己找不到工作 不是每個人都那麼富貴 剛才說富貴 之前也有的 一向都有 成功投身職場的畢業生 最多人 就做什麼呢 工商界 工商界 有一半的 以上 50.3% 但是比2019年跌了3.6% 其次就是社福界 就是做社會福利 就是做義工 不是義工 說職業就不是義工 社工 社工 或者福利機構 就有21.3% 第三就是教育界 現在還有沒有教師呢 15.4% 這個是真的 那時候有一個在加拿大的聽眾 他說 五仔五仔我想問你 我在那邊讀書 就是教書 他說我在這邊認識不到女朋友 在加拿大 他說想來香港認識女朋友 然後我說 香港殺校 對 教師也萎縮 整個行業都萎縮 整個行業都在萎縮 不夠人 不夠學生開班 這裏 年輕人要走出外國讀書 你還回來做教師 整件事很奇怪 我覺得 在加拿大應該很容易認識女朋友 其實哪裏都是 不一定 某個地方 他有些要求 他說要認識一個 廣東話的女朋友 華人的女朋友 華裔要認識廣東話 但他的英文很厲害 可能他覺得大家 浪費了浪費了浪費了 可能每個人的品味不同 然後我是這樣建議他 我不知道網友怎麼看 其實如果你有外國國籍 你想教書 他真的打算回來香港 香港人 他很好笑 香港如果做教育界 或者在那裏上班 那些人會容易和別人做朋友 是這樣的 有關係嗎 然後我說 香港這個城市 冷漠 我想是全球第一 是啊 的確是 是啊 什麼不是 你看這個疫症 防得這麼好 就是知道什麼事 基本上我們都不理人 總之生人密近 大家都密近 你打算離開加拿大 回來香港找這個熱情 我想你真的找不到 應該就有誤認了 沒有熱情 沒有啊 然後我建議他 我說 他說他不介意去哪裏發展 我跟他說 你想找一個我認識廣東話溝通的女朋友 我說你試試可以回廣州教書 是啊 回國內 我想你國內一定認識很多女朋友 因為他是女朋友先行去的 是 你在香港找女朋友也不會 對嗎 是啊 其實你找同學這樣說 他眼睛很高的 也是 是啊 其實不一定是哪個地域 那我們剛才提到教育界 這些是節愛生之野 其實告訴你 那這些大學生找到多少錢 剛才提到社福界 也不低薅 平均月薪去到38868元 這麼厲害? 比2019年還升了8.幾% 388元 是呀 就是之前說的那個人均收入中位數 18-19 他們讀這麼多年大學 出到現在要賺這麼多錢 現在是雙倍 雙倍 中產 當然很多人心目中的中產都不同的 有些人說 喂 有些人說 一千萬層樓都是中產的 你說得很極端的 當然 那些年燈仔40萬元一個月 是啊 四五十萬元一個月很誇張 不是很誇張 年燈仔四五十萬元一個月 個個都是這樣的 大家人均的 人均四十萬元一個月 一千萬層樓就是中產 真的 那個物價指數是跟我們不同的 是啊 其實我自己心目中 因為我知道 其實薪金六萬元以上 香港已經多過九成人 就是六萬元 這個是政府出來的 不能吹 你說一千萬一個月都可以 對 對 再講一些正確的數字給你聽 等一些人說幾一萬幾一萬 投身公務員行業的薪酬 就是三萬四千八百六十九元 反而是跌幅的 做公務員就跌了 還有7.1% 減薪 社福介 就加了 加了 因為社會要多些人去 關懷 要關懷 要和諧 是啊 再講了 他說不計內外科醫生學士 和牙科學士 港大畢業生 平均月薪 二萬三千元 那就是做行醫的部分 就高一點 對 其他那些 就是他不計 拉上補一下 二萬三千多 但你想想 社福介是佔多數 三萬八千多 就是告訴你 有些大學生 根本是賺萬多元個月 這個事實 因為其實都是 之前我們剛才這樣說 究竟他讀什麼 入什麼行 是不是 你做了什麼行業 好像之前 希哥的工作 他不做 有個大學生 去頂他的位 是 饅頭 饅頭 吃饅頭 Oh my god 饅頭 其實也有的 不是說 是一個悲哀 他這樣說 現在平均二萬三千五 但比於2019年 是多了 多了 2019年的平均 中文書 大學生出來 是二萬零四十二元 多了時候 多了三千多元 多了少少 不是那麼灰暗的 不要說得那麼悲哀 是 人工高了 其實我們物價 當然 略略提升 但同時間 人工 也有提升幾千元 高了 有三成幾 三成三的人 月薪高於三萬 有三成一的畢業生 介乎一萬五至二萬 兩成就是兩萬至兩萬五 我又覺得 其實讀大學 對出來賺錢的優勢不高 那究竟是環境 應該是環境 應該是環境 是工種 工種也重要 我覺得 你問我 你用盡所有方法 你出去買書也好 你出去跟人學 說話也好 如果你的口才銷售 很厲害 你去賣樓也可以 我之前有一個欺臣 他在街站路壩 現在在店裡做宣傳人 寬頻電話 他月薪是可以過六位的 這麼厲害 是啊 他不是大學畢業 他好像中六還是中五 其實都是看工種 是啊 因為大學生習慣了 循規道舉 讀書讀書讀書 然後就 有一個方式 有一個方式 有一個框框 所以我覺得 你說 大學生的薪金 未必真的這麼高 當然 讀不到書的 可以更低 但是可以告訴你 讀不到書 如果你去找對一些門路 譬如 我相信有些女生 我告訴你 中三 不要小心 中三畢業 你去做醫學美容 做護士 我相信每個月 一定是過兩萬 是 對嗎 很多 譬如有些人在網上做網購 大貨那些 對 大貨 不是用個人 就是網購 你找到好的商品 你現在做生意很容易 有人說 不用整天都說 什麼都說容易 你比起以前 真的容易很多 現在門路也比較多 你以前賣貨 你要一個店 要店租 你現在開一個IG店 什麼店租 零 都不是這樣說 都要用來推出你的曝光率 不過 你的曝光率肯定不夠吸血業主勁吧 你一個店租 很低 都幾萬元 幾萬元 你在IG店推廣告 我朋友做剪頭髮 他說 要推百五元很多 其實 現在你看到的 大家都看到IG店 美容 美甲 那些 你懂得用錢 你懂得去分配 做生意 現在比以前更容易 不要聽上一代說 我這句真的告訴你 上一代經常告訴你 很難賺錢 你用你以前的思想 現在當然是難賺錢 你懂嗎 是 IG是什麼 什麼 就算 不要說IG 當然 美容 那些 就算你現在 之前也有人說 你做 體力勞動的工種 都賺錢多過 出來 一份正常的工種 所謂的正常的工種 肯定 不過是兩體 你做譬如地盤 或者什麼 他又會有些人頂不住 所以其實 不是 賺不到錢 是 就像你所說 行業或者工種的問題 是 有沒有方法 大家肯不肯去嘗試 你願不願意 用那種生活方式 其實你說 做 辛苦的 辛苦工的 錢是多 但是會傷 是啊 很多都是說 有些人 做十幾個小時 當然 日曬雨淋 你行不行 去搭棚 我自問 不要說搭棚 又說什麼 扎鐵 很高的工資 今早 我講新聞 在深水埗 有一個在七樓 棚子掉下來 剛剛吊著安全帶 吊著天空 二十分鐘 真的 不嚇死都暈倒 那你就想 其實有很多方法 可以賺到錢 在現在這個環境 大學生 尤其是 大家讀完書出來 嘗試不同的 大把事情做 嘗試不同的方式 不要被這些標題嚇到 又說到攬炒 完全搞不定 有時候有些人有老點 那時候 我小時候 我不記得 你記不記得 我被人罰站 站在那裡 老師罵我 是嗎 你不要以為自己高大 就可以做一些男嶺的工作 是 什麼 不是男阿伯嗎 你記得嗎 我記得 很多人都有份 笑啦 你不是男阿伯 我現在Youtube是什麼 是紅的 我現在是紅靚啊 沒有靚啊 不用靚啊 那些上一輩的人 跟你說 他說的東西是穩陣 他不想你學壞 沒錯 但如果你要了解社會 哪些人可以生到財 你多點上網 看多點新聞 聽多點網台 聽多點你的網台 間中 也是的 你多聽多點我 我告訴你人家 有些人走到電視台做藝人 你逆招就行了 做Youtuber 做KOL 都對 你的東西要新 你不可以說 真的 李家鼎教你也不行 他兒子也不行 因為他現在 如果兒子早就認識出來 楊思琦那件事出來爆 上網說話 然後做說話KOL 他不用在TVB做什麼 沒錯 你認識才行 因為其實環境 如你所說 一生月二 舊時老師想的事情 就是他們接觸的環境 就是這樣的 是 他哪有想到 原來現在可以在網上 幫你賺到很多錢 開一個IG商店 就已經可以幫到你 吸引到客源 沒有的 那時候哪有這些事情 沒有的 所以說 日生月二 對 父母都會點你 他給你壓力 他擔心你 但是 人家擔心你 當然 你自己 都要多看一些新的東西 你不用跟他說那麼多 你做了成績回來 做了成績回來 才給父母看 是 你跟他說 他一定說你多舊魚 未開波 他才彈你 我上年跟我老爸說 他問我在做什麼 我說做三機 他說我多舊魚 叫我正正經經找一份工作 原來做三機 又不是很正經 是 在那些角度 要正正經經找一份工作 要有人請就 這些大學生 你說真的要找一份工作 原來我是哪間公司的職員 那我就安心 做銀行就安心了 沒錯 像恆大那些 對 恆大那些 夠大 其實也不一定是這樣的 財內自有方 有正有偏有橫 正財不行就偏財 不要做犯法 偏不是犯法 偏不是犯法 偏的意思是 不是穩定收入 多勞多得的工作 如果你說 坐在這裏 穩穩陣陣 就穩穩陣陣 窮 沒錯 很慘的 所以最重要 不要被這些標題嚇倒 因為講到現在說很灰陰 其實不是的 當然不是的 就是 條條大路通羅馬 很多方法 其實我們要大家 要多接觸一些 吸納不同層面 還有看到有些 所謂上一輩的人 看到社會 有些舊有工種 譬如不行 譬如旅遊業 然後又說 航空界 又運輸界 不行 然後就在那裡 哎呀 糟糕了 樓又貴 又說沒有人做事 即是沒有工作 整天好像 有抑鬱症 大家都很擔心 說到世界好像 糟糕 嚇了自己的子女 唉 我有個朋友 也是很厲害的 他說 每個人都買不起房子 買不起房子 就租房子 租房子 張約一元 要搬 那他做什麼 開搬運公司 他只是我幫他宣傳 每個月分回一些 commission給我 我那裡也有夠錢 生意挺好的 真的 那些錢在你的頭頂飄來飄去 看你懂不懂拿手 尤其是香港地 人們經常都說 遍地黃金 這件事 這麼多年沒有變 真的賺錢 在香港來說 都處處有機 有危才有機 尤其是現在這個環境 舊時那一套不是不對 是時候要變 轉型 所以我們 一個機會 一個滯魚 大家同時間去想一想 但是跟你說 那些親戚 是搞不定的 真的每個人 我試過一個 跟你討論一下問題 他不是討論 他一來就說 沒有的 現在找不到錢的 香港 你以為舊時找不到錢 不斷射 就知道了 你不用說 不要談 真的不要談 自己 走出自己的路 他們 真的過了時間 過了時間 過了時間也有兩款 這些 有些過了時間 是跟你學習 有些不是 不可以的 誰可以的 鎖了自己的框框 我知道你不可以 你不要連累我才行 你不可以 不要緊 他連精神上都感染你 令你覺得自己不可以 最嚴重就是這些 所以 前輩說話 當然 長輩說話 可以吸引 道德那些 有些事情自己過濾 畢業了出來 你們都是吸納到很多新事物的人 大家都是 學了那麼多東西之後 怎麼轉變成為你的資產 這是很重要的 對 總之 窮則變 變則通 不要管那些所謂 散顧六婆 說一些古靈精怪的事情 今天時間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們的分享 請LIKE、SUBSCRIBE、PAYME、LONG、LONG 下次再聊 拜拜